生姜想必都熟悉,但姜牙可能又有很多朋友不认识。姜牙是老姜在潮湿的环境里生成的嫩牙。肥嫩洁白,一般是收成后洗净泥土进行腌制或用来烹。味道鲜嫩,味辣,清新爽口,生姜味道新辣,一般用来做佐料很少生食。 淡姜牙肥嫩洁白,腌渍后成金黄色,酸甜可口是很好的小菜。腌姜牙最主要的是要用盐把姜牙杀出水分来再腌渍。 这样腌渍的姜牙酸甜脆嫩,嫩姜牙去老皮洗净。把洗好的姜牙放在通风处晾干水分。 姜牙晾干后,放到干净无油的小盆里。按照姜牙晶盐10比1的比例洒入晶盐。 搬匀腌自4小时,4小时后,倒出腌出来的水。倒入适量高度白酒,洒入少许花椒,倒入白醋,姜牙白醋的比例是10比1。 倒入少许酱油,增色。按照姜牙白糖10比1的比例倒入白糖。 根据喜好撒入适量红辣椒、大蒜片,或者倒入蒜泥。拌匀后装进干净无油的容器里。 腌渍一周即可食用。把腌渍好的姜牙分成小包装。方便食用,送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